在英国生活一定会比中国更好吗 不一定 很多朋友都会这么问我 朋友当中不乏想出国留学的 想送孩子出国留学的 想出国打工挣钱的 我当初来留学的时候 机缘巧合是被英国的小松鼠骗过来 因为被一句话所吸引 说英国的绿地 英国的公园遍地是松鼠 谁也没有想到命运的安排 一来就是21年 你要问我英国好还是国内好 咱们实话实说 国内的机会多 尤其是如果你想考虑创业 闯一闯挣大钱挣快钱 在中国是个好的选择 至于英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早已处于平稳的稳定的 没落的这个阶段 要想短时间内大赚一笔 说实话机会不太大 这倒也不是说在英国就没钱赚 只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上 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一些核心竞争力 无论你是在国内和国外 你都不一定能赚到钱 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如果大家真的对外边的世界有向往 可以先出来留个学 哪怕是旅游也行 长时间一点两个月 先体验一下外国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喜欢这边慢节奏的生活 你就必须要放弃快节奏带来的便利 快有快的方便 慢有慢的舒适 不存在先进与弱后的对比 只是个人对于不同生活的选择而已 毕竟人生一世重要的是过程 因为结果早已注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